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起事成商》 可能大家在家里有些首饰 款式已经旧了 也不想戴 但又不能扔掉 如何可以物尽其用呢 今天我请来Ruby Hello 教我们如何处理舊的首饰 是 Ruby 怎么办 其实很多时候 款式旧了我们真的不会戴 而且有时你买下买下很多 通常你当然会戴着你身边的一两件 旧了那些怎么办 我们有一个最好的方法 就是把所有东西都拆出来 然后重新设计 你既可以省下一些钱 去买一件新的首饰 而你旧的也可戴上最新最流行的款 然后再大一个 OK 我想问一下拆掉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可以看看这里 例如平时我们可能有一只戒指是这样才算 就是有一个花有很多碎石 是 然后譬如你说我戴了很久了 我不喜欢 我们可以把托和石全部拆掉 分开 然后我们再重新设计 那个款式 看看那些石怎么安排再放 做一个新的款式 即是说这些鑽石 就是这个首饰里面拆出来的 是的 那会不会有些情况是可能要加一些石 或者减一些 都会的 其实我们有时可以再想象多些的时候 其实它是一只戒指 你拆出来的时候 其实这些石 你可以选择去做另外一款的吊嘴 或者是耳環 或者甚至乎你可以再配其他石 可以是做一个吊嘴 或者是手链都可以 好 例如你看到这里只有几粒比较小一点的石 你会怎样建议它 其实如果是比较小 其实你可以看到这里 其实它可能有粒大一点 是的 然后有几粒小的 其实我会建议它可以把它转成一对耳環 其实你配大和小的一套 就把大那个放中间 小的为一个圈 然后再配几粒小的石 这样一对耳環 如果那个客人就比较计算精明一点 他就觉得我还是不会加石 那可以怎样做呢 如果他不加石 我们就就这几粒碎石 帮他设计另外花口少少的一个款 他再做那只戒指 可能是吊嘴 吊嘴都可以 如果真的要做耳環 就一定不会加下去 好 那我们还见到其他的售食 是的 其实这两个其实都是和这个差不多 另外你看到这里有一个黄金 这个也是黄金和碎钻加玉的颈链和戒指 其实这些可能是家里办喜事 你有嫁娶的时候 有长辈送的 但其实每个款都不会适合年轻人 但也不能说不要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全部拆出来 而且新时代现在黄金也不太流行 我们就可以利用玉 因为玉其实也可以很新派 然后我们再去安排一下可以做什么 好 我想问一下 假设它这个也不捨得扔 始终它是金 那它可以怎样处理呢 其实每次重新做一件首饰的时候 那个金就算黄金也好 或者是白金也好 其实师傅工场都不会用这一件金 它们都是用新的 但这个我们就会融掉它 然后就去兑重量 计算数 所以为何可以说 之前就是在经济实惠方面 其实你不会浪费它 因为你不会放在那里 但其实这条素也是 还放在新的 但我们是用全新的金去做的 其实某程度上 那个首饰会变成半新的了 是的 一定是的 我觉得也挺实惠的 我现在眼见这个情况 因为这一只金其实挺80年代 七八十年代的style 如果你叫现在的年轻子女 他去戴这一类首饰就真的不肯 再加上玉的配搭 其实真的偏向有少少老土 是的 现在拆了出来 假设像这一款 一粒玉 然后旁边有一些碎石 可以怎么做呢 其实我们每次拆出来 都不代表那件新首饰 要把所有东西放进去 现在有些年轻人都会戴的 但可能款式会不同 你会见有时可能它们会有些皮绳 或者是白金 然后双了一些玉 在某一个位的中间 其实重点就是不要用黄金 因为如果你用皮 或者是白金 去搭一个玉的时候 款式就可以是新派 和年轻化很多 OK 我们手上有一个已经拆了玉石 和鑽石出来的首饰 是 那些黄金我们拿去融 我想问一下 那你如何去处理这些 舊的玉石和鑽石 去配搭一些芯 是的 刚才我们所说过 可以将全部融完 或者加减都可以 但既然之前那条是颈链 我们这次做一些新的 可以选择做吊嘴 或者甚至乎是胸口针 是的 但Kendith 你有没有发现现时 很流行一些 关于动物的模型 或者是一些款式 会 例如animal print 通常都很受欢迎 因为是kawaii 是的 我们刚才说过 肉是比较老的 但我们刚好 今次是这件首饰拆出来的 这三粒肉 其实我们如果把它放得好一点 可能我们都可以把它转为 一个比较可爱的 一个动物形状 这个很像猫的脚印 是的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转为 一个小小的猫的脚印 或者甚至乎做一个胸口针 冬天球的箭楼 就会很好看 那我们还可以如何加一些 可能客人觉得这个型 但我想再华丽一点 那怎么办 没问题 你看到我们旁边 尤其是一些大尺寸的鑽石 假设可以把它围住猫 一路这样围住一个圈 假设 然后围住一个圈 中间再加碎鑽石 就会有一个闪闪生辉的猫脚印 那会漂亮很多 而且我觉得会更新的 更新的 重要是压很多 是的 真的很好设计 今天很开心 因为有Ruby在这里 教我们不要浪费了旧的修飾 不如把它拿出来设计 然后就会变成一种 比较trendy的手式 多谢你Ruby 谢谢